欢迎再次来到BBBB 上周胡子哥在网上订购了一款特别的足球 芬兰寄过来的FINNAND 这个足球我买成44欧元 300多人民币吧 这个足球它的发明者叫做Tim 而赞助这颗足球研发的是英国著名的歌手 Stim 当时Tim就在电视上看到非洲的苏丹达福尔地区的青少年 在那里踢足球 就是用绳子做的一个足球 在一个很废旧的场地踢 对它触动很深 那里的人这么艰苦 他们都这么热爱足球 为什么我不能给他们发明一款不可摧毁的足球呢 这个足球的名称叫什么呢 One World Play Project 怎么都无间不吹法呢 鸭扁又复原了 你看这个地方应该是它的出气口 这么一颗非同寻常的足球 肯定要把它拿来和普通的足球比一比嘛 官方宣称呢 这个One World Football 不用打气 广告上面又说呢 它除了是不可摧毁 而且是刀枪不入 试一下就知道了 哇靠 很长一道口子 但是不会漏气 两款足球感觉好像重量 撑一下 要轻一点轻一点 大家肯定还在想 还有什么方式来折磨 这颗不可摧毁的足球 我也想知道 那我们就到外面去试一下呗 他们的反弹力呢 我们来体验一下 很明显的 普通的充气足球要好得多 不可摧毁的足球 它的材质是泡沫的 反弹力没有这么好 这个球比较生意嘛 对气比较足 但是玩花式的话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个摩擦力很少 摩擦力要好些 但是弹性不好 这是普通足球 和不可摧毁的足球之间的差别 当当当 我自制的道具 钉板 做这个钉板呢 就是想看一下 在那个恶劣的场地下 对足球的损坏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程度 我警告你啊 你射中我就惨了 小心点啊 看见没有 可以没有 普通的足球已经报废了 one word football是千疮百孔 但是还可以踢哦 这就是区别 都说它是刀枪不入 那我用车来压一下试试 果然是连汽车碾压也不怕 那火烧呢 还是烧出了疤痕 这么一颗特别的足球 到底是空心还是实心的 那我现在就要把它拆开看一看 空心的 尽管呢 那这颗足球它的触感啊 它的弹性没有一般的那个 冲气足球这么好 毕竟它的耐磨程度啊 抗火烧啊 这些对于那些非洲的兄弟来说 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 有这样一颗足球 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我在想我们小的时候 如果在踢探渣地的时候 有这么一颗足球的话 真是太幸运了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公益的项目 那就是每卖出这么一颗足球 one word这个公司啊 它就会送出一颗相同的足球 送给灾区的那些青少年 这么一颗有爱心的足球 你喜欢吗 赶快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参与我们的投票 以及互动吧 届时我们会抽取三位幸运的网友 获得我们精美的小礼品 感谢支持我们的BB 上一期BB的那个 关于保冷喷雾水壶视频呢 有87.5%的网友觉得好 12.5%的网友觉得不好 新浪微博的投票呢 已经抽选了三位幸运的网友 他们分别是穿着拖鞋踢足球 好像我记得上次中午讲的吧 还有那个聪聪达 以及王晓晓晨穿着拖鞋踢足球的这位同学 就是他的运气确实太好了 这个是胡子哥不能做手脚的 就是新浪后台自己他筛选出来的 接下来是我们那个曝光台时间啊 来自优酷的GameA0PLB2 他说国产的是假货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不过胡子哥在那个视频里面已经给大家展示了 关于那个Cuboto确实没有任何材质的标识 O2Q呢他有 下一位今日头条阳光152729027 他说如果哪一天你被商业了 你的初心就没有了 当然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呢 就是站在一个体验者的角度 真实的把体验的结果告诉网友 实话实说也是胡子哥秉持的态度 最后一位来自那个微信公众号的 喜欢躺躺躺在家 他说也就是说买35元的就可以了 对吗 差不多可以买4个 我4个轮流用 这位同学一看就是不差钱啊 不过呢我建议你买4个 送爸妈送朋友 送给未来的丈母粮 大气 by bwd6